不可以 你不可以接 你不妨接 女公子在练字呢 龙少生 我可真是小吃了你啊 你既星期深沉至此 你假意帮我 无非是想麻痹我 继续留在主宅 你甚至不惜 诋毁你的生母啊 这就怪了 二叔母是为了 陈家子嗣 不肯搬离住屋 而我是为了奖母 咱俩 你上房 我答题 为何纸子怪我一人 我知道你这些牛 怀恨在心 才故意使劲 来离间我们二方 是伯命你二叔 搬去新宅 却单留我一人在此 这定是你们母女 搅缩的 二叔父腿脚不利于行 阿父想着 新宅扩大 家居可摆放得空旷下 以免二叔父刻着碰着 那是好心 你少狡辩 我立誓 不身处子嗣 绝不搬离 可现在你们 将你二叔搬去的 新宅子 我一个人 我跟谁胜却我 自古都是母鸡生蛋 公鸡四肠 女人生孩子 要男人有何用 你说谁是鸡 那男人和 女人 我给你个才积极的丫头 我说不清楚 你也别得意 你跟你阿母 无非是命好 有旭伯丽的功劳傍身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若是命好 怎会在墙包里就被留下 自小就无双亲必有 我若是命好 又怎会被二叔母 丢在乡下庄子里 病的人事不知 险些丧命 二叔母觉得我阿母命好 无非是因为 阿父身体康健 二叔却胜有残疾 可这些年 二叔对二叔母 也是事事为你侍从 你怎就不知知足二子 为我侍从 那是他没本事他窝囊 若非他窝囊至此 无法担起这一家之主 我又何至于在此 受你和你阿母的嫌弃 那 小成了一个瘸子 你叫你们成家把他当宝